大盘终于不负众望 结束了五连银 下午两点半 在国家队带动之下 国家队四大金刚进场了 大盘绝地反击 一下子翻红 并且你来瞧 有4300多家上涨 只有700家下跌 同时成交量 现在在6000亿突出去了 那这个位置 很多人都讲 大盘股搭台小盘股上戏 但是今天的赚钱效应 却不大 因为上涨超过5%的 只有250多家 这很少也就是没有啥赚钱效应 那下周大盘怎么走 来我们看一眼 这个板块 权重指标股今天是拖累了指数 同时权重指标股里面 有几个东西呢 还出现了上涨 你比方说权重指标股里面的 江云天气 这不就是有消息利好吗 还有一些也有受消息刺激的 这些东西还在动 但是非常奇葩 你像中电信啊 还有中移动啊 这些东西跌得特别多 包括旧能源 煤炭 还有石油 而且还有银行 这些高股息 这些家伙 前期涨得好的 他们都拖累了指数 那大盘下周要想上涨 能不能他们现在最近跌的凶 然后下一周 他们反过来轮动上涨 把大盘就带起来呀 但愿是这样 不过我们看一眼 先说大的啊 咱指的是旧能源 880310 旧能源 这不是连续杀跌吗 这个位置释放的压力可不小了 再来看煤炭 880301 你看煤炭跌的还多呢 再来看银行 880471 你瞧 就连银行也出现了这样的下跌 但是银行还好 总算往上供了供 差一点点就收回到20线上 所以我们的银行股 现在手里那个多的10% 还没有减下仓 等着周一 因为20线如果破了之后 这个位置还能收起的话 证明有强力的资金 左护它 那么在它没有完全破位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多观望一天 因此在昨天加的10% 那个银行 现在呢 我们又可以在这等一等 等一天 就等到下周一 如果能收到20线上 如果再伴随着银行股的上涨 那么大盘要想上涨 你银行得涨啊 还有这些权重得得涨啊 哪怕是旧能源呢 还有这些电信呢 总之 今天这些东西这么多下跌 还有最近这些东西 最近这些天 它们都下跌 很有可能就是提前先走了一个下跌 然后下周呢 人家开始上涨 这不就叫轮动分化吗 另外再有今天的特征 就是小盘股 你看小盘股高高在上 如果把昨天都算上 这不是昨天吗 昨天也是小盘股高高在上 大盘股在底下横盘 今天大盘能横入盘 我已经很高兴了 指数虽然说没怎么涨 但是能横住 我就很高兴 最起码没掉链子 也就是没给这位置跌下来 一旦这个位置跌下来 那就叫做鳄鱼嘴 就是大盘股一旦向下砸 就会把小盘股带崩的 所以在两点半 差一丁点跌漏的时候 哎 挺好 人家国家队四大金刚出手了 四大金刚是啥呀 510 310 这不就是护身300ETF 这个是一方达吗 看是不是就在两点半的时候 突然间资金进场 来了资金 然后一直到尾盘 推升推升 把大盘给护住了 但这种情况 你想想资金保护的时候 才涨了这么多 是有点难 那么不管怎么样 资金出来了就挺好 今天一共净流入的资金呢 是20多个亿 并不多 证明什么 是不是给下周 我们能有很多的腾挪空间 假如今天就是把资金都打破 都打变了 就像这样 像前几天 什么60亿的 70亿的 对吧 如果把钱都花掉了 下周不就没子弹了吗 那得给下周留一留啊 为什么本周特别难 本周不就是 咱们十三届 二十届三中全会 闭幕 人家涨完了 那么本周就是一个反噬 今天不是在小盘股 全面上涨的情况下 还有尾盘的时候 如果不是国家队进场的时候 那大盘就出现了五连银了 你看 大盘这个位置五连银 是不是挺吓人的 大盘上升指数五连银 那代表啥 那么就代表着这个位置 人家不愿意往上涨了 而且还是啥呢 还是创了新低 那么今天能收红 或者能横住 就代表挺好挺好 好了 总结一句 大盘这个位置 现在下面面临的跳空缺口 2867点 那么指数上呢 现在是今天没跌 收红了 但是个股上 却费了挺大的劲 也就是消耗了很多个动能 消耗了很多子弹 并且呢 还是小盘股高过在上 4300架上涨的时候 那么大盘才给这稳得住 那么下周的时候 如果大盘股要是不发力的话 小盘股再不能白尺干头 更进一步 那大盘可能就跌下来了 所以这个位置呢 我们要控制好仓位 股邦 我们现在所有的仓位 才是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三十啊 你看今天 下跌的股 才有701加 上涨的股 这个4300加 这个是6比1的格局 那么大盘才涨了这么点 如果下周一开盘 小盘股不涨了 大盘股再不怎么涨 是不是大盘就踹下来了 那么大盘踹下来 直接考验 下面的这个支撑位 2867点 2月28号 那么下周大盘 究竟怎么走 我怎么应对呢 由于时间关系 我把它放到 周日中午策略会上来讲 喜欢的可以点赞加关注 那么周日我发策略会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另外今天大盘涨得挺好 咱指的是个股啊 也发3万亿的刺激消息了 还有呢 你像中移动啊 中电信 还有这些个 什么黑色气 像煤炭呢 又是油色 还有煤炭呢 石油 这些东西大跌 总得给咱们个说法吧 所以明天早间 我有早播报 我会把今天3点半 到明天早前 6点半之前 发生的消息 梳理好 用早播报的形式 分享给大家 这个时候 大家就知道 哎呀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另外还会把 隔夜外盘的走势 跟大家说一说 你像咱们人民币 突然间昨天过山车 是不是 一度大涨了五六百个点 那么有什么消息啊 这些消息呢 都跟外盘是挂钩的 包括日元的升值 这些东西 我也用早播报 跟大家分享 尤其是我们 中外股的走势 欧美的表现 它们都会影响 我们下周大盘的开盘 喜欢的 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